心清淨、境界就转过来 首先转到身心 身心界最明显的选项 不老,不容易衰老 第二个现象,不生病 有人说,他的身体很好,保养的好 这个话也不能说错,但是也不能讲完全是正确的 懂得保养的人很多 有地位的人 有财富的人 他们对身体保养非常重视 但是,依旧生病,依旧衰老 由此可指 人能够保持不衰不病呢 不是保养 而是心清淨 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少 到你的此点 你得分别执着冬 再好的保养 依旧不免老病 清淨 清淨心太重要 身心清淨 你生活环境就清淨 淨湿其远 哪里要讲求啊 每一天要讲求营养 现在世间人很讲究的 注意相信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每一天到外面托波 他讲求的什么营养 他吃的是什么饭菜 到人家家里托波 给什么吃什么 没有选择的 这些祝福福伤 阿罗汉比丘们 顾顾健康长寿 你要问为什么 心清淨 感恩在外面环境清淨 饮食清淨 哪里需要去选择 由这个心去选择 心就不清淨 那就是分别 就是妄想 就是分别 就是知识 诸佛菩萨 视线在世间 注意信心去观察 随意 而不排运 什么都好 给他做宫殿 好 给他做毛红也好 叫他大树底下去做一修 也好 他做好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知识 这是我们应当学的 他之所以能成佛成佛 成佛 道理就在此 道理就在此 我们之所以做不了佛 做不了菩萨 生生生世世世在高六大轮回 道理也在此 诸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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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居住的环境就坏了 变坏了 所以风水有没有呢 有 风水从哪里来的 人心感应而变成 你的心是 你的心清静 你居住这个地方 自然风水就转好 不好 它也会变好 你的心不慎 你的行不慎 很好风水的地方 你到那去坐 没几天风水败坏 你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些事实 试问 你还要去看风水吗 到雪崖了 风水在哪里 在自己的心里 冥想在哪里 冥想也在自己心里 啊 你 陶 佛 阿 你 陶 佛 阿 你 陶 佛 好